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放长 刚才说到杂行能不能往生 一个问题 说了三个答案 到底能往生还是不能往生 不说好一点 说了还糊涂了 听法译后有疑问就很好 有疑问大家可以辨细 这个法译是很微细的 这三个答案其实是一个答案 或者说这三个答案它是一层比一层细 它有不同的立场说法 只有这三个在一起我觉得才比较圆满 才能够不同的角度都说明了 比如说第一个 杂行不能往生 说的好像比较干脆 也比较武断一些 也甚至让人家都没有这个回转的余地 那么它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呢 它是就这个杂行形体的当分 来说的 因为杂行它是所谓的凡夫所行诸善 和涅槃戒不相应 那这个理论是成立的 那如果以我们祖师的依据的话 这些我们都要细看 如果不细看 这怎么善吒大师说话 怎么一会这么说 一会那么说 这个杂行不能往生 也是善吒大师说的 刚才我举的那一段嘛 像往生理战474页 我们翻 这个我们就细一点 本来这个是准备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在细讲的 那问到了我们就要细细看 怎么样 修杂不知心者 看到没有 千中无一往生 那不就一个没有了吗 前面还说了 前面说的又不一样 像479页 倒数第二行 若遇舍砖修杂业者 白时惜得一二 千时惜得三五 这一千个里边还有那么几个 三五个 这一千个里面一个没有了 这两个就不太一样了吧 我们再看252页 怎么说 虽可回向得生 众名书杂之行 这不叫杂行 回向可以往生吗 还有 205页 第一行 备修正行 但能回向 皆得往生 这不说杂行 回向都可以往生吗 这我们头就越听越大了 这都能往生了 不过他说了 但能回向 皆得往生 在回向里面内容就多了 就大了 前面说 千中无一 前面也有说 也有一个界定词 修杂不至心者 才千中无一 修杂如果至心就指三心 如果能至心的话呢 还是能往生的 不过这个能至心的人少 所以千时 西得三五 他这里面都有不同的说法 上海大师还说了 诸行回向皆得往 念佛一行 最为尊 这在哪一页我还不好找 诸行回向皆得往 诸行回向都可以往生 不过这里面 念佛一行 最为尊 那又说呢 回生砸善 恐力弱 如果用砸善来回向求往生的话 恐怕力量不够 比较弱 他也没说 绝地不能往生 无过一日七日念 一日七日就是专称名号的 又说 极乐无为孽环界 随缘砸善 恐难生 那他也没说 绝地不往生 其实以经文来讲说 随缘砸善不能往生的 因为不可以少善跟福德音约得身比过 这是阿弥陀经经文所讲的明确的意思 所以你要讲起来经文有矛盾 阿弥陀经说 少善跟不能往生 关经说 那看一点点小善 什么八关在戒 一日一夜一回向又往生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就是有方便 有战的立场不一样 他所说的情形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看三心事 三心事里边就有啊 二百四十二页倒数第三行 欲回此杂毒之行 求生彼佛净土者 此必不可以 人家说不能往生 必然不行 很干脆 前面又说回向能往生 这里说必然不行 所以这里讲的回和那个 但能回向接着往生的回都是不一样 它都有细微的差别 说能往生的是指具足三心的 这里呢也是说这个人 虽然也是 他是一个是杂毒之行的形体本身 他当分不具足这样的功能 另外回向的人呢 又倚仗这个 他不是通过这个要靠阿弥陀佛的 他说我就靠我这个杂毒回向求往生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等于还是靠自立 等于还是在杂形 那这样就不能往生 必然不可以 这是有破斥的地方 另外说法就是一个是针对 听法的根基 它的哪个状况 你所说的有危险差别 另外说法者他所立的立场 他也有不一样 他或者呢是站在一个 这个要去 底下我们会分析的 就是说他站在一个 要去拉你来的那个 往上拉的立场上 那他就会给一种方便 手伸下去把你拽上来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从后面他要推你的 他就要说明要刺激你的 把你往上推的 那就要把你的后路就要断掉 那么他就会说得很 恳切 激烈 那你这样不行 那目的是要把你后路断掉 让你往前面走 那么需要你让你来的时候 不断你路的时候 让你就这个方面 往你往上拉的时候呢 他就会给你留下方便的路子 这个也有红 就是说法者他站的立场 也有呢 这个文法者他的状态 所以他这方面呢 都比较细微 那我们看这三点呢 第一个刚才讲过了 这个 说杂行不能往生 第一种说法 那就就这个杂行的当分 来说的 那目的呢 也是让大家不要 执着这个 凡夫的 贪嗔凡夫所行诸善 要看清这些 然后要归入弥陀救度 那么第二种 第二种回答呢 其实他也是在肯定第一种 他不是跟他矛盾的 他是更细弱 他也肯定说 对你讲的对 杂行当分是不能往生 不过也不是完全 因为他们还有 还有深入 那如果他没有 不居足三星的话 完全是当分 那就不能往生 如果居足三星的话 还是可以往生 但讲到这个地方 他还没有讲完全 他只是说 三星比较难于居足 为什么呢 因为心情不相应 所以千石 南德 白石南 西德一二 千石西德三五 这就是祖师的文证 那么第三种呢 他也对第二种 又认可 对三星是能往生 可是三星能往生 你不要错误理解了 以为是靠这个杂行 三星能往生 是因为三星设规念佛 三星是念佛之心 所以他往生的根本原理 不在于这个杂行本 本身 他也是对第一种 和第二种说法 他是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 做更维系的说明 然后说 恋佛一定往生 归入恋佛 那么这个是 通过这样的来分析的话 他都不是在 他都有一种 就是次第生进的 越来越细微的 这种关系 关联在当中 这样杂行的价值和意义 就体现出来了 回向的这个三星的 重要和必要 也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恋佛的唯一和最尊 也就体现出来了 不然这个怎么能体现了 那你这个杂行跟 也就没有所谓的药门了 那杂行跟念佛 就是 一体的 碳然两个 就绝对不行的话 那之间怎么 有路线可通 就没有 那么三星 这些怎么设规念佛 它怎样才成为方便 那就没有了 所以这样 他这个解释就 微细 还有 你比如说一个人 老太太 她也不懂 你讲专修杂修 讲那么多 她都听不明白 她自己所修的一看 你说我杂修啊 你想师父 我只会念念佛 然后呢 我就稍稍下 我就是搞点什么事情 这个一个小咒 好不容易学会了 但是人家讲 我杂行 我不能往生 师父怎么搞啊 我这修中查 白修了 再搞我其他也不会啊 都送进不散 不进是正的 我还搞不会啊 那你怎么跟大家 没关系 你一定往生 哎呀 那就好了 阿弥陀佛 那就阿弥陀佛了 他心就安心了 他如果这样能安心 他为什么 他安心之后 他补一句 那就阿弥陀佛了 这就好啊 就感觉到佛 对他很慈悲 像我这样就能往生 那么他心里边 内心深处 他没有那个焦慢心 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如果佛呢 也能救我 哎呀那就阿弥陀佛了 那我还是靠阿弥陀佛的 他虽然表达不清楚 但他内心里边 他没有焦慢 他是以靠阿弥陀佛的 那当下他不就三心就有了吗 那这样的人 还是能往生的 那如果你跟他讲 你这样不能往生 你再给他讲一大堆理论 他也不让他站不过来 他就搞了一个概念 我是杂行的 我不能往生 好了 你怎么让他拘束三心啊 所以这样子我看 可能还牵一把比较好 没关系 像你这样 这么虔诚 一定能往生 他如果很焦慢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很焦慢 因为我这个大修行 我什么怎么样 我这个修行多少功德 那肯定的假 肯定不能往生 因为他心中啊 焦慢必懈怠 他的根基又不一样 然后这样的人 是要顺势的牵一把好呢 还是说 这个蓝头一棒的 呵斥好呢 打碎他的这个好呢 那就要看你个人 对当时场景的判断 还有他这个人 文法 效果 这个地方呢 比较维细一些 好我们看 第三节 五种正形 对五种正形 五种正形呢 没有 就很清晰 就没有画这个分科表 所以祖师的示意啊 确实 值得我们反复的 这个去思维他 这很多都是中学上的问题 杂形到底能往生 不能往生啊 是暴徒啊 还是画徒啊 说实在的 说到底 说到最后来讲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 根据祖师怎么讲 那我这么理解 供你参考 那我本人抱定一条 反正专修念佛 就是能往生 这是没问题的 这其他的 能往生不能往生 有的这么说 有的那么说 那么做很多学问的事情 是没有道理的 你只要 我自己念佛能往生 我把这个抓紧 抓紋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说到极乐世界 有九品啊 没有九品啊 是暴徒啊 是画徒啊 是包在莲花还是出来啊 为什么包在里面 什么时候出来啊 这些事情太细了 本人在这个地方 搞不清楚啊 在这里你想 搞那么清楚 你也只能依据祖师所讲的 但现在的人啊 他问的特别多 祖师呢 他也没有把所有的东西 都列出来 现在的人心特别细 他非要问 一百二十四个问题 不问完 是不会饶过你的 这怎么办 我们只好头大了 但怎么讲 你都不能离开 经典和祖师的话 但我想要抓住一个根本 这些呢 都是中学上的问题 但专门研究学问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只是通过这个学问 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们学佛法 学到后来 就是要没有学问 就是要成为一个 没有学问的人 就算学到家了 你学大肚子学问 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 因为学问学的多 会盖住我们的灵性 你心不空里 你学一大堆 觉得我很有学问 这个学问家 没有用 所以上人说了 学者和行者是不一样的 学者如同垒石头 越垒越高 心很高慢 行者就像那个盗碎 越成熟 他头越低 越沉下来 越谦虚越谦虚 所以古人话讲 唯学日增 唯道日解 做学问 总是增加 学的越多越好 但成为所知障 所以学道 道呢 他就解 一直解到没的地方解了 佛性就写现了 我们都是那些烂的观念 所以学佛法 学到后来就成傻子了 学佛法成傻子了 怀疑吃身极乐 就是不在学问上 那我们当然离不开 这些文具啊等等 但是其实并不是说 以这个来教人慢人 或者就是喜欢学这个 那就没意思 那目的是让大家 弃入专修念佛 一旦专修念佛 这个都抛掉了 所以一变上人 到最后把他所有的书说 复制丙丁 等他最后往生的时候 把他所有的书 一把火全烧掉了 为圣南无阿弥陀佛六次 这个人就厉害 所有一切 全部烧掉 只剩六字 我们学到后来不就这样吗 只剩下六个字 其他的统统忘记了 都没有用 没有用 这个心啊就很空力 不是还有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东西都很累 做学问累不累 做学问很累的 然后要记忆 要去思索 要去写东西 然后发表 然后还搞什么东西 那个 代表有成果了 他很累啊 把我们的心盖住了 所知障 应该空灵 往往很多啊 你看 在这个农村里边 有智慧 有高人啊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问 就会干地 下地干活 他的灵性没有埋没 这是列子 是哪本书里面 举一个例子嘛 说看见一个人 是老子 还是孔子 老子不会问这个问题 应该是孔子才会问 或者是谁 我爸了啊 看一个人啊 在那里干旱 然后往地里边呢 挑水 旁边呢 有那个 叫采水机 他也不用 就是用那个桶啊 一桶桶水 哎 你这个人 旁边那个水机 你采的都好啊 都方便啊 那个 水往地里灌 不是很方便吗 不是很快吗 生产力不提高 效率提高了吗 你何必要挑 一桶桶水挑呢 结果这个人 想不到是个高人 他说 他看看那个 他说我故意不用了 为什么 有机械者 用机械 用了这个机器 就有机心 有机心就不能自在 我还是自己挑的比较好 这个人 这个人那就是高人啊 他不要被这个机器的东西 把他的心给盖住了 他说我宁愿不用 我要挑比较好 这就是保持一个纯朴的心 当然现在的人都不愿意学他了 说那个师父留给你学吧 我是不学了 聪明跟智慧是两回事 聪明会让我们很吃亏上当 傻人有傻福 为什么 因为他有智慧 他不被这个聪明限制住 他傻乎乎的 有他的福德 因为他随便有一种福 福至心灵 他心很灵 他才有福 继续来读文字 不过我们不是专门学文字的 来看 通过这个指标 标向专修念佛 所以到后来念佛很简单 很空旷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反正上说的 念佛者无样为样 无相为相 很简单 很洒脱 那无中正行 一者读诵正行 所以学者和行者是不一样的 你把这本书 你都会背了 然后你心里边没有落实 没有安稳去念佛 你输给老太太 输得太多了 谁有智慧 拿着念诸 念佛 那个老太太最有智慧 他还有智慧 他还骂人呢 对 他的繁复性上是这样的 像这样的智慧的人 我们能遇到很多 我遇到一个九十岁 今年九十岁的老太 在家里啊 孩子不是很孝顺 他念佛都不敢念 念诸子藏起来 藏起来 还要烧饭 九十岁了 还要做饭 然后呢 还打鼓场 还晒稻子 身体非常好 做个拐棍 一看 就是一个念佛人 非常舒服 还要为他儿女 还要操心 但是孩子 还不能孝顺他 按照他文化 他不懂没识字 但是他就是念佛 念得好 这就是很有智慧的人 我就喜欢看着他 我盯着他看 这个脸 那么老啊 老得有智慧 他还很可爱的 说的话 很照顾他的一家儿女 他很照顾 像个大树一样 比较起来 儿女还看不起他 孙子能看起他吗 嫌他老 然后要跟他做寿 他不愿意做寿 他们非要跟他做寿 为什么 不做寿 不跟你做寿 人家都说我们不孝顺 好吧 那就让你们做吧 哎呀 我老命都给他累掉半条 非常好 他这样 他就是老老实实念佛 你要讲无中正行 他都不记得 什么无中正行 我就一种 阿弥陀佛 读诵净土三经 就是读诵真行 如果听闻他人读诵 自己不识字 听人家读 听别人讲解 净土三不经 或者是读诵净土三经祖师的 有关于净土宗祖师的相关论识 这个也都涉及读读诵真行 另外与关佛法的 比如说三世英国 基础的常识 如果这些不了解 无常 不能建立正行 苦空无常无我 那这些呢 我个人觉得也不算杂行 也算是前方便嘛 必须的 当然他跟这个三经的正行 还是有所差别 但是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二呢 观察阵行 你不了解苦空无常 你还愿意念佛往生 不了解三世英国 六道轮回哪去往生 这个 他显然是助行 但是他也是 属于毅力助行 底下我们会分析 观察阵行 观察极乐一正二报 庄严 一正二报 就一报和正报 这是名词解释 报就是感报 报应 该你得的 果报 正报 正报就是你当体正得的 一报呢 是正报所依存的环境 像我们这个人身体 就是我们正报 那么你这个人 有智慧没智慧 身在哪个地方 住的环境怎么样 那叫一报 正报指佛菩萨的五音声 又名正果 就是佛菩萨这个 他的这个报身庄严 属于正报 他身体 那五音色受响心识 佛菩萨的五音 跟我们当然不一样 他已经是五音皆空了 那一报呢 是指我们极乐世界的国土 比如说 保地啊 保持啊 保树啊 保楼啊 宫殿啊 等等 是佛菩萨正报身心 所依持的环境 所依 所以称为依报 也叫做依果 报和果啊 果报 果报 这个是 同一词 意思是一样 果是报 报也是 像因果报应嘛 依果来仇因 就是报 那么下面对观 做个解释 观察 正行 心源 其事为观 观心分明为差 这是谭卵大师的解释 那么这样讲起来 观呢 就属于 通于散心的 思维 观心分明 是差 那就是 震受 所以观察 通于定和散 如定心修持十三定观 这个就属于定 散心思维 想象 心目 意念极乐庄严 这个就是一散 这个都属于观察阵型 那凡夫更列 多为散心观 比如我们读诵这个经典 疑文 解义 我们就会想象 极乐世界这么好 这么亲近 没有染物 没有恶人 没有恶生 到极乐世界 水也怎么好 风也怎么好 光也怎么好 画也怎么好 树也怎么好 环境也怎么好 镇报人也怎么好 无有恶人 都是佛菩萨 可以释方 供养诸佛 又可以画度十方 等等等等 哎呀 你也不是呆子 你边读经典 你心里面就是喜乐 就多少有你的想象 思维 意念 那这个都属于观 不过这个观呢 属于思维观 也是散心观 不是正受 不是定心 不过都属于观察阵型 三 礼拜阵型 礼拜阿弥陀佛 四 称明正行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五 赞叹供养正行 赞叹供养阿弥陀佛 这个赞 是赞其功德 赞之不尽 附加以 称阳为探 赞而探之 赞 赞又探 那供养这两个字 以下见上为共 下面对上面的 称明上供 上供嘛 以奔 以卑奉尊 为养 供养真行 地位 地位比较卑在下的 奉尊贵的 称为养 赞叹呢 居于口业 供养 同于 申口义三业 只是 它三业的差别 比如说 你供香花 灯明 那么在佛前 供花 供果 点灯 光明 供佛 这个身体去做 就是深夜供养 口中会唱颂说 手持香花 常供养 上海大师赞记里面 经常有这一句 这个是口夜供养 那么 一夜当中 你想着说 我们香花供养佛 这就是一夜供养 所以赞叹供养呢 如果开位两种的话 那就是六种阵型 不过一般情况呢 都把这个放在一起 所以合在一块 那这样呢 就是五种阵型 下面第四节 正 住 二夜 五种阵型都记住了 那么也是大分两颗 先是总标 然后呢 是别试 在解释这阵定业和住业 在总标里面第一段 就前五种阵型 开为五种 合为正住二业 这是指他开合不同 开起来就五种 合起来 就是两种 其中呢 再给他的分类 第四称明 阵型为正业 前三 前三就是读诵 礼拜 观叉 后一 后一就是赞叹供养 这四种呢 称为住业 这是把正住二业 先标出来 下面就解释 正住二业 先解释 正定业 先引文 正业呢 全称是正定业 出自于宗祖 观金苏 散善意 然后呢 就这段文 一心专念 弥陀名号 行住坐卧 不问时节酒境 恋恋不舍者 是名正定之业 顺彼否愿故 这是引文 引那文再来解释事意 根据这段文来解释 正啊定啊 怎么叫正定业了 正者相对于住 解释这个名目 相对于住说正 相对于正说住 定呢 由二业 由哪二业 选定和决定二业 就是在解释定 先说为二业底下呢 来解释 分别解释 第一 选定意 选定者 阿弥陀佛 因地位法藏菩萨时 从二百一十亿 诸佛 誓愿海中 读选称名一行 以为凡夫往生之正应 而发 炼佛往生愿 也就是第十八愿 所以 以称名 为弥陀 选定之往生行 在底下我们在讲到第八章选择本愿的时候 我们在细说 随二百一十亿诸佛誓愿海 法藏比喻当初发愿 发菩提心的时候 请求他的师父 世自在王如来 那么为他广说诸佛 因地愿行 世自在王如来 那就显现二百一十亿诸佛国土 这一切状况给他看 然后这些佛菩萨 这个诸佛在因地怎么 发愿 摄受众生 这个都让 加持让法藏比丘了解 所以叫二百一十亿诸佛誓愿海 广大无边 那么这些佛菩萨呢 各有他的摄受众生的方便 那么法藏比丘呢 观察之后 其他的往生行都没有 他独选了称名一行 这叫选定 选定称名一行 也就第十八月里面所说的 至心幸乐遇送我国 乃至失恋 作为往生之阵营 决定者 什么叫决定呢 那么称名既然是 弥陀本愿所选定之行故 决定往生 阿弥陀选定了 称名作为往生 那你称了他的名号 是他所选定的吗 你称他名号 那就决定了 所以约佛是选定 约众生呢 即是决定 这个是说明 选定和决定啊 二意还成为一意 在佛那边是选定的 选定选了定下来 称名作为往生之正因 那众生呢 你念佛 顺了佛的选定 顺佛本愿 就决定能往生 所以在众生这边 是决定 所以这个定字 有两种 佛为选定 众生为决定 因为佛的选定 众生才能决定 也 所以底下说呢 本愿选定之行故 决定往生 决定往生之业故 本愿选定 二意还成一意 选定和决定啊 两个意思 成为一个意思 那么什么叫 决定往生之业故 本愿选定 就是这个名号 能决定众生的往生 他法藏必须当初 本愿之所以选定 称名作为往生之业 是因为名号 他誓愿以名号 含舍一切往生功德 能让众生决定往生 我才选定这一个 选定殊胜的 如果那个不能决定往生 他就不选定 所以 选定而决定 决定而选定 这个是一样 二意乘一意 这解释 正定业 正定业 总之 那么我们站在众生这一边 一理解 就是百分之百 肯定往生的行业 那这原因呢 是以谜途所选定的 所以这两个意思啊 是一体性的 听起来就很踏实 那如果不是谜途所选定的 你凭什么说你往生 决定往生啊 名号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说读从大乘 大乘经典 他比你更难 也需要更多的这个文化知识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怎么他就往生不定啊 因为不是谜途所选定的嘛 是不是 这一解释不就很清楚了吗 这是谜途选定的 选定的 那我这样就决定往生啊 这个就没有争论了 善导大师解释很清楚 善导大师对这个往生的刑法 以称名作为镇定之业最高的 然后就五个字就解释完了 顺比佛愿 这个你没有含糊的 就像谭老大师讲的 若非佛力 四十八元便是涂射 这是很简 说话这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称名正念 顺比佛愿 决定往生 再大本事 再能修行 再有智慧 再大的功德 你不顺比佛愿 你总是不定的 再不会修行 再没有智慧 再怎么狱猎 顺比佛愿 决定能往生 所以是不是决定 是不是镇定之业 就是看你有没有顺比佛愿 注业 好我们看注业 先讲注业 注业者 能助行者之心 行与本愿称名 故称注业 这解释注业这两个字的含义 他的德名 为什么叫做注业啊 不是本愿称名不够 需要他来帮助 不是那个注 不够需要你注 是能够 注这个行者的心 让他呢 进入本愿称名 这个呢 成为注业 然后下面说呢 注业有两种 有两类 若广论之 广是相对狭 注业不止四种阵型 善道大师啊 他只立了四种阵型 这是呢 就净土门 这个就跟谜徒啊 同类的 来说的 所以如果广泛来讲呢 不止这四种 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叫 同类注业 一个叫做 异类注业 同类嘛 同类像 下面解释 什么是同类注业呢 就是我们讲的 这四种阵型 前三后一 扯四种阵型 约其形体 与所住之念佛 同属于 归命阿弥陀佛之心 所以呢 称为 同类注业 先说他是同类 为什么是同类 因为 他跟阿弥陀佛 跟极乐世界 这四种 跟称名 是一个类型的 都是归命于阿弥陀佛的 就一个方向 所以呢 称为 同类注业 那么下面解释 这个柱子 在哪种情况下 需要注呢 若行者心念口称 勇猛精进 唯修念佛 常识不带 则不需要注业 那他这样的人 就不需要了 一句佛号 杜昭昏 手提炼珠 早晚念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总少念 一天念五万 对他心情不带 他也不觉得枯燥 他也不觉得 干嘛早念佛啊 就念这一句啊 所以不少人念 哎呀 就念这句 我们歇会吧 讲讲闲话 那么有所懈怠 那就需要了 若起信 懒惰 于单纯重复之念佛 心生谢卷 感到疲倦了 懈怠了 则需修注业 以利镇定业 这就是注业的必要 然后他的作用 就在这里发挥出来了 调剂一下 让他更加的兴旺一些 这不就需要了吗 这挺好的 是注子 下面呢 列举 怎么来注的 比如 读诵净土三经 读诵正行 怎么有助于 成名正定业啊 或见其名 光明社区之德 或说灭罪 往生之利益 哎呀 好啊 处处广赞念佛功能 一知念佛之心自然涌进 读下来之后心里边高兴了 勇勇 喜悦 静静 这个 有读诵 读如念佛 那么他不读 他不知道念佛这么广大的功德 这样殊胜的功能 他暗淡 他就没有静了 一看 不管是读诵 或者听法师讲法 哎呦 念佛这么好啊 他边听就边开始把念珠子扒起来了 边听一边念 这也是读诵 读如念佛 那观察呢 观察极乐一正二报之时 心源极乐圣境 太好了 这个地方 净土这么庄严 这么清静 这样殊胜的功德 到那去这么的伐喜伐乐 尤其是如来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唯有念佛众生 设取不舍 正当其时 自然出懈怠之心 你看到 听到这些心里边 懈怠的心就放掉了 踊跃了 踊进念佛 这是通过观察 进入念佛 那礼拜正行呢 修礼拜正行之时 瞻仰如来尊严 自佛生万德庄严 专为救度我等 阿弥陀佛为什么修行万德庄严 为什么占那个地方啊 那么辛苦啊 保守会吹下 救你啊 哎呀 佛要救我啊 那么 怨生之至 更加恳切 哎呦 我本来都 就想离开这些娑婆了 找不到来个救我的佛 哎呀 阿弥陀佛救度我 拜礼拜阿弥陀佛 这个心里面更加恳切了 一定要愿意去往生 然而得生之行 无过念佛 往生净土 那没有超过念佛的 拜佛一般的就会 拜下去就会念 阿弥陀佛 对不对 拜下去心里面就会念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自然的 所以随着愿生心增 念佛也更加的精进 恳切 这是礼拜 注入称明 那么赞叹呢 赞叹佛德 佛有这么广大的功德 这样广大的慈悲 这样不可思议的智慧救度 哪一个人赞叹佛 心里面不想见佛啊 对不对 赞叹佛心里面 特别愿意见佛 特别想要跟佛在一块 现在就想去了 捏在一起了 所以呢 见佛心起 念佛心增 当下不就增加念佛了吗 这就是四种祝愿 这就是同类的 那义类注业呢 也来举出他的例子 先首先说 这个义类注业 其实就是杂形 所谓名它是杂形 这一段 义类注业 如大经三辈所说的 出家发心 造像奇塔 观经所讲三幅等等诸行 这些虽然实际上是杂形 从其注成念佛这一方面 成为注业 所以这说明他的注 然后说明他是义类 由于其形体 与弥陀之行不是一类 所以成为义类注业 他本来跟阿弥陀佛不是一个方向 也不是一个类型 所以这个叫义类注业 下面举例子 或有在家 公私事务繁忙 多有障碍 这个义类注业怎么能注呢 就举了例子了 在家 哎呦在家忙死了 公私私事 人家找我麻烦了 难以做到尽兴念佛 他就盼望说 而又出家 得以西新山林 眼影云霞 自在无碍 能够练佛 所以故意出家 为练佛之注业 这是个人心性不一样 他说在家 我都难得片刻亲近 我出家才好呢 在这个山林当中 清风明月的环境 没人打扰 出入云霞之表 如同仙人一般 我都可以自在练佛了 这样对他来说 他就用出家来组成念佛 这不就组成念佛了吗 他就可以身心放下一切自在无碍的念佛 这是出家被注业 有的人不行 他说我想不到这清福 我出家到了 你这听到鸟叫 那个规矩太严格了 我还在家念佛吧 在家里面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好 我又怕热 怕热 夏天我打吃过 那地方你看吃饭 还穿好几层衣服 我都不行 在家里我现在工作不太忙 我工作干嘛 都是我的时间 我都可以好好念 早上晚上都我自己说了算 那么他就是 有他的这个因缘 这各种缘分不一样 那么有他组成的方便 又有俗成宣孝 禁言窥闹 练佛常怠 也是在这个凡尘境界当中 容易懈怠 若一到场 到道场到寺院里去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愿意到洪院寺 他其实也是 人家在家里面烦了 一到这个洪院寺 哎呦 道场这么亲近 师父这么慈悲 能看出家人见三宝 见相敬礼 见了佛 看阿弥陀佛站了个地方 洪院寺的本尊 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不会砸的 见相能敬礼 见了出家人 也都难 念诸念阿弥陀佛 听到那个佛号 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容易专心 这样呢 就是以塔像 为念佛之助 这很显然的 特别在家居士 愿意到寺院去打佛妻了 愿意到寺院去住几天 念佛了 他其实在家里就是闷 就是这个 给小孩子啊 孙子啊 家务啊 常常慌 念佛感到这个不得力 到寺院这个环境里边 他感觉就很好 就有助于他心 能够专于念佛 有 若不发心 不观自他受苦 念佛一卷 若发心自他奸计 悲念自他受苦 自然 致是念佛 当我们悲念别人苦 悲念自己苦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在那里一句 又一句的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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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早晨 到赛尔厂去买菜 去过赛尔厂 看那个鱼啊 肉啊 摆那个地方 你能把你兜的钱 全部拿出来买来放生吗 全部拿出来买放生 自己都没得吃了 买了一回 明天早上 第二天去 孩子再来放生 你怎么办 没办法 只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呀 念了佛就走了 就看见众生苦 你自然心里只有念佛 没有办法 这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还有农民啊 打农药 他还是归一三宝了 佛弟子 他自己还打农药 那怎么办 这个虫不打 还没有庄稼收 你要打吧 还是在杀生 阿弥陀佛 没有办法呀 那你要真是心菩萨道 你要发心说 我宁愿饿死 我也让他随便吃吧 那也行 那也就是你可以 让全世界农民都知道 怕不行啊 那这样子做不到 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 只有念佛 我们在这个世界 就被逼得没有办法 没有退路了 只有一条退路 退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 能助成念佛 这个是菩提心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大的 能发菩提心的话 你心里面 你发了菩提心的人 你不念佛 没有地方去 你怎么看 你只有念佛 你发菩提心 就要救度众生 你看哎呀 只有念佛了 只有这一切 起于诸行 诸称念佛 意义准之 就不再一条一条列出来了 好 我们上午到这里 下午说 你会帮你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拉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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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摩阿弥陀佛